自己舒服 要尖的尖的 要左邊歪就左邊右邊 然後要怎麼樣 結果捏壞了壞了 醫美注射龍筆會打進去的材料 經過台灣衛生福利部所合可的 安全的最常聽到的就是玻尿酸 那第二個會常用到的是膠原蛋白 還有很常用的大家應該有聽過精量詞 那最近市場上還有流行一種叫做 伊連絲 那另外市場上也有核准的 永遠不會被人體吸收的 叫做亞德妹 那亞德妹它合法也很多意思在打 但是在很多醫學會議的研討上面 有意思就是說 那它會存在人體30年50年 那你又不知道50年後它會變怎麼樣 所以說漸漸的台灣的醫師 就比較少去注射亞德妹這個產品 事實上這些成分的話對人體都是安全的 也因為這些成分對於人體安全 所以台灣的衛生福利部 才會發給核可的證號跟執照 然後美國的FDA就是食品藥物管理局 也會發給他們證照 所以這些都是合格的產品 那首先談到玻尿酸 那玻尿酸本來就是我們人體會吸收的一個成分 那產生副作用通常都是因為玻尿酸打到血管裡 造成血管酸塞壞死 所以有時候是操作的問題 玻尿酸它是有解藥的 當你打得不好 不喜歡 或者是有副作用 你可以打玻尿酸降解綿 把玻尿酸溶解掉 那關於膠原蛋白呢 膠原蛋白的話是本身也是我們真B層的一種成分 那它可以填補一些凹陷啊 皺紋 那膠原蛋白一樣會被人體吸收 那它跟玻尿酸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膠原蛋白擁有比較多的抗原 所以它比玻尿酸容易過敏 關於精量子的話 本身是涵蓋的化合物 顆粒比較硬 比較持久 也會被人體吸收吸收的比較慢 但是對於新手醫師 因為它比較硬 打得不好 那個血管上面就好像壓了一塊大石頭 那個血流是沒有辦法通過的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造成皮膚的壞死啊 血管的一些問題等等 伊連絲的話 它就是除了填充 它也會刺激膠原蛋白的增生 然後它可以稍微沉久一點點 那至於亞德妹就是一種化合物 那所以大家只要認明有字號的 它就是一個安全合法有效的產品 對人體的傷害是不大的 不適合注射物做龍筆的病人 大概如下 有些病人已經去接受醫師手術龍筆 開刀 撕開 裝進夾體 又拔出來 又開 開了五六次 同一個地方常開刀 會造成沾黏 它裡面的疤痕都會黏住 你要注射一些填充物進去 它就變得很困難 這一類的患者就比較不適合 患者要注意的就是說 診所的醫師或醫院的醫師 要首先告訴患者說 注射龍筆有什麼風險 有什麼副作用 如果是打進血管裡面造成血管酸塞 那動脈血管的酸塞 會造成組織的壞食跟潰爛 那動脈血管酸塞最嚴重 從鼻子一直塞 塞到眼底 會塞到我們眼底有一條動脈 叫中心死亡膜動脈 它塞住就會失眠 所以說這個是最危險的副作用 這個患者打之前應該要知道 那當然他也要知道說 可能打玻尿酸 它可能是會瘀血的 會有紅腫的 這個都是正常 那個是機率的問題 那經過了解到副作用跟風險以後 病人要簽署知情同意書 也說病人已經充分被醫師告知了 他知情了 然後他也簽名同意讓醫師注射 這樣子在注射前的話 對病人是最有保障的 第一個 他不可以是秘密 不可以是密護 然後你有了醫師執照以後 因為同一科的醫師 也會有第一名跟最後一名 這個是你無法分辨的 因為他的醫師執照是同一章 那所以說你首先先認定他是合法醫師 接下來你可以去看他有沒有長期 每一年每個月在接受醫學美容的教育訓練 去檢視他都有新的教育訓練的那一些參與課程的一些證明書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看他的口A跟經驗值 每個醫師都擁有很多的病人 然後他如果有很多病人 他會跟其他病人討論 在這個討論的過程你可以得到資訊的交換 那但是資訊交換最害怕的是得到的是商業資訊 不是醫學知識 因為有些都是一些誇大的行銷內容 那你們在獲取這些資訊的時候 可以把誇大行銷內容先忽略 然後去聽他真正的醫學原理 然後看他的講述是不是來自醫學教科書 或來自於八卦媒體的報導 因為這兩個內涵跟內容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接下來講到合格產品的部分 因為材料一定每一年都會推陳出新 你就去看他有沒有證照 那有了證照以後 你還要去檢查他的包裝盒 為什麼 因為一個熱門的產品一定有山寨版 就是模仿品地下工廠做的 或者是走私偷渡進來的 那些都來路不明 那萬一打出問題來 你就無處求償 你也不知道要怎麼復原 所以原廠所提供的材料 有時候它的價格 會稍微偏高一點點 但是有時候多花個百分之 一百分之五的錢 去買一個合格認證 跟安心安全 我覺得是值得的 在玻尿酸注射濃底之後 它的術後照顧是這樣子的 有打針當然就是有時候會有腫脹啊 會有瘀血的一個現象 然後打完很漂亮 隔五分鐘有時候出血了 這邊腫一塊 跟右邊腫的不一樣 這個偶爾都會看到 然後呢 大概經過幾天它消腫了兩邊 又會比較接近 所以說患者如果打完有腫脹瘀血 你就吃一點口無藥來消腫 然後有瘀血的話 你就讓它自然消退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最害怕的一種情形 就是病人常會到天圖說 或網路爬穩 就是說打完以後可以自己捏形狀 自己塑形 要尖著尖著 要左邊歪就左邊右邊 然後要怎麼樣結果捏歪 它本來就好好的在這裡 皮膚跟它在吸收在消腫瘀眼 你去動它它裂開 下面就產生傷口 不斷的寵物受傷 你的鼻子最後裡面的疤痕就會更多 那甚至有時候會變成一些 外面有一些纖維組織會把它拋起來 你會覺得有一個硬塊在那裡 所以自己不要亂玩 所以說疏後的照顧就是說 你有任何的問題 你就回去找醫師 然後醫師就會跟你開打 那還有瘀血的時候 千萬不要冰敷跟熱敷 放著不管它 那等一下吃藥差藥 它本來就自己會消的 孤瘀療酸最大的副作用 就是血管瞬塞跟壞死 冰敷會血管收縮 所以說你覺得那邊是瘀血 你以為要給它冰敷給它退冰 那邊搞不好是境外的血管瞬塞 它不是瘀血 所以血液本來就流不動了 你等一下冰敷 它更流不過 所以最後那塊皮膚整個是沒有血的 它最後就是爛掉 所以說回去千萬不要自作聰明 不要去冰敷它 那熱敷會怎麼樣呢 血管會擴張嗎 萬一你分辨不出來 事實上它是血管破掉 你給它熱敷以後是每條血管都擴張 血液供應都過完 所以從那個血管破掉的出去 又流出更多的血 這些血並不會流到皮膚表面 會流在下面 所以就會腫一個像鴿子彈更大的包 因為你給它熱敷了 所以這個術後不要自己塑寫 免得把它二度傷害變成纖維化 你不會判斷到底是瘀血還是血管阻塞 還是血管還在正在出去 每天都腫一塊 冷敷或做了熱敷可能做錯了 都會造成你的副作用加大 我現在順便再提一個錯誤 很多患者在塑裝的時候 會拿一個明星的照片 然後跟醫師說 我要像某個明星喔 要不然我要打這裡打這裡 他會自己亂指 那有些地方是很危險的地方 事實上不應該打 有些地方是空地點 可以妄想留下 去拍攝 要推薦 櫻子凍美 要推薦 你的手禮 可以選擇 你做 painting 你這麼想 你離開